高校畢業生 用事實說話 焦點訪談 你好 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焦點訪談 7月21日 中共中央關於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發布 決定明確 要完善就業優先政策 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 著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 完善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 就業支持體系 據統計 2024年 全國普通高校的畢業生 達到了1179萬人 比去年增加了21萬人 面對人數逐年增長的高校畢業生 如何幫助他們 找到合適的發展路徑 做進高質量就業呢 今年6月下旬的一天 在四川省梁山遺族自治州 越西縣越西中學的一間教室 2024屆畢業生王嘉 正在給當地高二三班的同學們 教授一堂生動的試聽課 從講課文到談理想 短短的40分鐘便讓孩子們 深深記住了它 所以能夠看到這個石中山 你覺得有因果關係在這裡面嗎 非常的有氣質 然後站在台上能跟我們一起侃侃而談 我真的覺得這樣的自信 是讓我覺得非常羨慕的 我希望他能夠把這些專業的知識 帶給我們 也能夠以他的這些知識 讓我們就是從書本當中 看到這些更廣闊的天地 我們沒有見識過的東西 王老師肯定是一個學霸 他是給我們帶來一些 學習方法和學習技巧 我們也能夠從他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能夠讓我們受理中生 然後我相信給他們的到來 我們越來越中學會變得越來越好 王嘉是北京師範大學 珠海校區樂育書院 漢語言文學專業 2024屆畢業生 老嘉在四川盧州 四年前填報高考志願時 他填報了志願計劃 這是北京師範大學於2020年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 設立的一個教師計劃 計劃面向當時尚未摘帽的 52個貧困縣所在的省份 招收本科定向就業師範生 轉眼四年 今年第一批志願計劃的學生 畢業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就業觀 可能也有很多人 不太理解我們這種選擇 就包括我也有家裡人不支持 就覺得你好不容易走出大山 你又回到了大山 那麼你走出去的意義在什麼 然後我覺得我們走出去的意義 其實就是在於 在外面學到的東西 回來幫助家鄉擺脫貧困 不是說走出去的 就是要擺脫這個貧困的家鄉 雲南小夥楊發光 也是首批志願計劃的一員 畢業後 他選擇回到家鄉 發熱發光 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站好獎台 比如通過一年的時間 先站穩獎台 三年的時間站好獎台 五年的時間能夠成就獎台 能夠形成自己的教學特色 將所學的教學理念 運用到教學時間當中 希望能夠獲得同學們的認可和喜愛 像王家和楊發光一樣的 志願計劃畢業生 今年一共有137人 現在他們已經奔赴全國各地 開始在基礎教育一線任教 在學生就業選擇的時候 我們開展志願計劃的專項調研 積極與各省市縣進行溝通 通過雙選的方式 為同學們提供良好的就業機會 和就業選擇 我們給每位到貧困縣工作的學生 獎勵金 給他們配備職後的導師等等 確保學生沒有後顧之憂 真正做到留得下 教得好 我想這些學生組團到原平坤縣去工作 既能夠提升當地的師子水平 和教育質量和均衡發展 對於學生個人而言 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 也能更好地實現個人的理想和價值 7月15日 國家統計局公布 上半年就業形勢時表示 今年以來 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穩就業 促就業一攬子政策持續發揮效應 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平穩 但穩就業仍面臨一定挑戰 要繼續強化就業優先政策 健全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就業促進機制 今年6月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教育部和財政部三部門聯合印發通知 提出了11條穩就業政策舉措 全力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創業 其中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鼓勵引導基層一線就業 實施支教 支農 支一和幫扶鄉村振興的 三支一福計劃 統籌推動其他基層服務項目實施 記者注意到 近幾年 國家多部門出台了一系列 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的優惠政策 如三支一福 教師特崗計劃 西部計劃 大學生村官和選調生等等 不但引導學生樹立了正確的擇業官就業官 也拓展了大量就業崗位 我們統計的情況看 大概近五年來 到線和線以下就業的人數 實際上是不斷增長的 現在也都每年過了一百多萬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量 通過打開折業新觀念 來打開就業新天地 我也希望我們畢業生的朋友們 能夠真正樹立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業 這樣的一個求職就業的意識 真正促進國家的發展 在河北農業大學 學校通過教育引導畢業生 樹立務實的求職擇業觀念 鼓勵學生到基層就業等一系列政策 使得不少農學生 找到了可以施展拳腳的對口工作 也為廣闊農村輸送了一批 懂農業 愛農田的新農人 叔 咱們準備在擴展的時候 我建議咱們用機制栽培 因為機制栽培 它更適合火龍果生長 火龍果它是沙漠植物 這根器是虛根器 還可以減低一些管護成本 就是燒打藥 然後出來的苗子質量 也比土培的更好 在河北保定滿城區 澳韓家庭農場 河北農業大學2023屆 畢業生李志祺 正在給農場負責人 王金開講解機制栽培 王金開的家庭農場 佔地約70亩 有兩個日光溫室大棚 和一個簡易聯動大棚 主要種植火龍果和桃子 近幾年農場經營一直不錯 每年能給王金開 帶來十多萬元收入 他早就打算進一步 擴大農場的規模 作為大學生農業職業經理人的 李志祺得知後 主動為王金開做了市場調研和擴產計劃 這些年輕人我真服 不服也不行 原來我以為他們只會讀書 不懂土地 結果是能進實驗室 也能下地幹活的老八十 有啥問題呢 我願意和他們商量 眼見思路一下子就開過來 如今在保定 像李志祺這樣的大學生 農業職業經理人 正在成為當地農民的好幫手 他們主要負責為農業生產經營主體 和農戶提供專業技術服務 編制生產服務經營方案和作業計劃 組織農產品加工運輸營銷 延長產業鏈等工作 我所學的專業就是農學 然後我也希望把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 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 在基層建工立業 我還是很高興的 農業職業經理人 給農科專業大學畢業生 拓展出了廣闊的職業天地 通過保定市委組織部 和各高校的聯合宣講 在去年保定市首批招聘中 包括李志祺在內的 河北農大78名畢業生 以他們的專業素養和創新能力 成功應聘 現在保定市2024年度 第二批農業職業經理人 正在招募 由於有了師哥師姐們的成功案例 許多今年畢業的同學們 躍躍欲試 報名人數再創新高 引導我們學生轉變就業觀念 同時 學校又主動對接和服務 經經濟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系統的構建 自動愛融新興人才培養生態 同時 依託太陽山農業創新驗站 博士農場 農業職業經理人等平台項目 積極為地方產業轉型升級 和畢業生赴基層就業創業 注入新動能 2022年起 河北開始實施高校就業育人行動計劃 立足自身優勢學科和教育資源 河北各高校通過房企 拓港 加強實習實踐基地建設等行動 有針對性地動員組織學生 走向社會 走進企業 深入基層開展社會實踐 調查研究和實習實訓 引導學生做出適合自己人生發展的職業選擇 我們推動全省高校 系統開展生涯教育和就業指導 重點宣傳推薦了100個優秀畢業生 基層就業 自主創業 應徵入伍的典型案例 20名全國高校畢業生 基層就業卓越獎先進世紀 引導畢業生了解基層就業學長們的工作 和發展狀況 希望更多的畢業生能夠認識到 去基層就業也可以大有作為 大規模組織招聘對接服務 開展公共就業服務進校園活動等 是此次三部門發布的 11條穩就業政策舉措中 其中重要的一條 為此各地各高校立足自身優勢 做時做系就業指導服務 千方百計出就業 據統計 今年海南省高校畢業生 將超過8萬人 如何將就業壓力轉化為人才動力 海南政府高校企業三方聯動 通過校企合作 房企拓崗 企業禁校園等舉措服務人才 不斷完善落户自由 住房補貼等優惠政策吸引人才 助力高校畢業生走穩就業路 自從2023年9月份到今年6月份 我們學校一共舉辦了480場 用人單位的小型學長會 累計有1700多家企業入校招聘 目前我們已經有3000多個學生達成成業預項 此外 支持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 是此次三部門發布的 11條穩就業政策舉措的重要一項 同時也是近些年不少高校促就業的 主要舉措之一 學數字媒體技術專業的黃燕 是重慶宜通學院的一名英介畢業生 在校期間就和同學商量好 畢業以後一起在影視設置行業闖蕩一番 不過 創業的錢從哪裡來 公司應該怎麼運營等問題 難倒了準備創業的學生們 一籌莫展之際 學校的創業導師出馬了 他們不但為黃燕團隊撰寫創業項目文案 還為他們提供場地等方面的扶持 最終在學校的創業項目評審會上 黃燕團隊得到了認可 順利獲得一筆2萬元的創業啟動資金 在創業導師的指導下 進一步優化了項目的商業可行性 在參與全校重點項目標竿項目的選拔中 獲得了學校重點項目扶持金 和創新創業獎學金 同時 學校還提供了免費的創業場地 這讓我們團隊在創業初期有了 感夢 感想 感闖的底氣 以創業出就業 針對大學生缺乏經驗和缺少創業資金 等實際情況 重慶一通學院建設了 《就業創業導師庫》 廣泛吸納210名校內外專家 參與就業創業指導工作 我是在校大二期間就開始創業 當時學校為我提供了全面的創業指導 和引進了合適的營業場所 特別是畢業後註冊公司時 還協助對接工商 稅務 法務 融資平台 業務渠道等切實的幫助 為進一步幫助更多畢業生就業 相關部門近日啟動了2024年 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服務攻堅行動 行動於今年7月到12月 對2024届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 和登記失業青年集中提供政策落實 招聘對接 困難幫扶 能力提升和權益維護等 不斷線就業服務 一個是要崗位推送不斷線 我們繼續依托國家大學生 就業服務平台 安排了12場線上招聘會 持續為他們推送崗位信息 第二個是就業指導不斷線 就是要密切關注這些 一些未就業的畢業生的就業進展 和他們的心理狀態 做好指導諮詢和疏導工作 同時也持續推出互聯網加 就業指導公益直播課 第三個是重點幫扶不斷線 幫助他們在所在地 盡早享受公共就業服務 高校畢業生是黨和國家寶貴的人才資源 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生理軍 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 關係名聲福祉 經濟發展和國家未來 希望廣大用人單位 用足用好各項促就業支持政策 更多地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 也祝願廣大的畢業生們 能夠早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 實現自我價值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焦點訪談 再見